所以會比較穩一些 哦 我們非常運氣非常好 拿到8600分 哦 拿到一張新卡卡通雙子妖精 造物主貝卡斯出現 獲得卡通電子龍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慶 今天呢 要來介紹我們貝卡斯的 全新刷分活動 就是我們造物主貝卡斯的活動 在今天這個笑語一點的時候就開始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這個活動 到底有什麼獎勵哦 那這次的活動是以路人的形式 會在決鬥世界第一任中出現 然後我們打路人 然後打一打他就會出現了 好 那這邊有他的推薦獎勵 那他推薦獎勵卡通電子龍 還有卡通雙子妖精 這兩張牌算是比較 大家比較適合去蒐集的 那其他的卡片應該 大家以前就有刷滿了吧 因為這些卡片就是 之前就可以刷滿了 那像卡通雙子妖精是 貝卡斯升級獎勵 目前只有一張哦 但是我們這一次 哎 就變成 這個活動獎勵 我們就可以把它刷滿了 還有卡通電子龍 也可以把它刷滿 那我覺得這兩張都還蠻不錯的 卡通電子龍只要對方場上有怪獸 就可以直接從手牌特招哦 而且他的攻擊力是 呃兩千一 那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他召喚的那一個回合不能攻擊啊 所以呃我覺得卡通電子龍 可能 可以拿來當作 祭品或者是同步 召喚的 卡片哎 我覺得好像 應該都還可以啊 但目前還想不到玩法 那之後 有機會再來介紹牌組給大家看吧 那我們今天要刷分的 牌組是什麼呢 今天要刷分的牌組是6 中的牌組哦 那其實阿信有測試了一下 原本是想說 推薦更平民的自閉流 那雖然有刷分成功 是7900分 但是呢 呃因為 有點不穩啊 因為呃 貝卡斯他有一張雙子妖精 他只要打到你的話 你就會被隨機捨棄到一張 手牌哦 那如果關鍵卡被捨棄 就等於說 就是會翻車啦 所以我們就來用這個 呃 就用6中來說說看 那6中我覺得相對應該 也算是蠻拼命的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吧 就是之前 6中很強的時候 應該大家都有抽 所以我就想說推薦6中 當然大家沒有6中 也可以用真沉默啦 只是呃更貴的一些哦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 爭奏一下吧 那我們就直接開的吧 go 好 那麼依照管理一樣就是 會打兩次給大家看 那 呃 這一套牌組 就是 有稍微改良了一下 因爲之前我們有看過 阿醒用 類似的牌組刷 那我就增加了兩張的碎片 來 讓這個 呃綠牌更快啦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抽到兩張碎片 就 等一下就可以來快速率 那我們這一套主要就是 呃 召喚出 指言之後呢 我們就趕緊 就是如果對方有發動卡通世界的話 呃 其實這邊應該是還好 ok 好 我們這邊可以來綠牌了 來抽兩張 可以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問題哦 好 來發動指言的道場 OK 沒有這種風魔 好 這邊沒有這種陣營就可以跳出來 好 來 我們這邊 只要把指言照出來 來 OK 好 指言出來應該就穩了 那我們就 呃 可以直接結束回合囉 好 那這時候對方就防禦啦 我們就可以 呃 慢慢來等收尾囉 好 K6重零距離 先發動 好 好 兩張零距離 那我們 呃 就可以開始來綠牌了 這邊應該可以是 哦 這邊應該是可以抽四張啦 好 我們這邊可以抽四張 來 抽兩張 抽兩張 好 不找換 兩隻指言出來 OK 再一個就 非常之穩了 然後這邊有閃卡 我把它開一開哦 這邊 有閃卡都把它開一開 好 結束回合 那我們下一回合就可以來收尾啦 應該是 呃 沒有什麼問題哦 好 好 這邊守木水蟲 裝兩張聯合攻擊 OK 然後發動我們的羈絆之力 好 裝個西魯之弓 OK 這樣攻擊力就可以破萬啦 好 直接打聯 BOWN OK 成功刷分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可以拿到多少分哦 那 其實 這一場 呃 一開始有點危險 因為 我們有一點卡 我們沒有馬上叫出指援 如果我們馬上叫出指援 對方也沒辦法用這個納基魔融合啦 所以 會比較穩一些哦 我們非常 運氣非常好打到卡通電子龍了 OK 那我們就繼續來打下一場吧 OK 那麼貝卡斯又出現了 那麼就來打第二場吧 那 我覺得 用這一套牌組 其實 如果 起手不順的話 也是有機會 會翻的哦 所以 如果是這個 有錢的課長 推薦大家使用真沉默啦 因為我用真沉默刷過 算是還蠻快的 而且應該還算蠻穩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使用真沉默啦 那如果沒有真沉默就可以用我這一套刷了 好 那我們就繼續開打吧 好 那我們第二場準備開打啦 那希望這一場可以馬上的叫出 我們的子言哦 不會 如果可以馬上叫出子言 哎 這樣就非常順啊 好 好 這邊直接結束吧 哦 哥布林突擊隊 ok 那我們這邊應該是可以直接叫出我們的 子言哦 好 召喚六重增盈 好 這裡直接跳出我們的風魔 ok 好 來 綠牌 好 這裡子言直接出來 ok 那其實 子言出來幾乎就是可以直接等收尾啦 好 我覺得應該算是還蠻穩的 ok 零距離又來了 好 來把他的怪獸給打掉吧 然後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還蠻穩的 而且這一套牌綠牌非常之快 非常的快 好 好 我們這邊 直接到場 好 13直接跳 然後這邊 拉 拉我們的風魔 ok 抽兩張 好 來 這裡直接同步召喚 好 抽一張 再抽兩張 哇 這一場 呃 十個回合就直接來收尾了 非常的快哦 那 西魯之光可以不裝了 那我們這邊還是裝啦 反正就示範給大家看 OK 那這一套 呃 這套如果很順的話 刷起來是還蠻快的 那其實這一套也有可能會翻哦 是有機率會翻的 所以 呃 等一下會貼一下這個 其他的牌組給大家看 那大家也可以 使用那些牌組來刷了 好 這邊直接收尾 好 那等一下來看一下我們可以拿到多少分吧 ok 我方獲勝 完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拿到8600分 哦 拿到一張新卡卡中雙擊妖精 非常不錯 因為我的貝卡斯還沒練滿 哈哈 好 那 給大家看一下真沉默的主法 可以真沉默的刷分 其實 大概是長這樣了 那因為 技能的話應該是 使用重開之類的 看一下哦 呃 技能的話 對 是使用重新開始 那如果使用重新開始的話 我們 呃 這個 反 這個飛馬就可以拿掉 然後 多一支按摩棒 所以 呃 真沉默的刷法是長這樣哦 然後呢 還有 還有一個是 我有看到一個 真紅眼的刷法 比較特別一點 那 真紅眼的刷法 那其實他的主法就是 他出發很簡單 就是 把把真紅眼融合放白 還有洞吸放白 那我們融合出真紅眼之後 我們就不怕對方的那機膜 把我們吸過去 可是我覺得那一套 有一個缺點就是 如果對方用卡通的話 一直打臉 我們也是會 輸的哦 所以我還是 比較推薦 真沉默 或者是這個 紫妍的牌組啦 那麼今天的 貝卡斯活動 就介紹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阿慶的影片 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六點 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畢業啦 各位親朋 那我們就明天見了 拜拜 別個出境的女人間 我的心意他的高落線 沒有你的畫面 閃爍在腦裏面 一直不會變